美中协会将于4月7日在纽约召开协会今年首次讲座 讲座题目为了解美中跨境业务和投资方面的合规和税收方面最新消息 以规避风险降低成本 讲座具体包含两个议题 第一,中国目前企业合规的最新动向 对外企在中国的运营影响,如何规避风险 该讲座将请到均和律师事务所周晓琳博士来讲 均和律师事务所是中国最古老的最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给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提供全方位一流的商业和诉讼法律服务 第二个议题为外国人来美移民和投资房地产须知的税务问题 该讲座请到魏达市律师事务所的方年博士来做讲座 魏达市律师事务所有100多年历史 是全世界首家致力于为成功高净值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其服务包括财富、策划、遗产、承担等等 该协会的主办方为美中协会 是一个在美国新泽西州注册的非盈利组织 其中只是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各界人士和机构 提供一个相互学习、交流、互动的平台 涉及领域包括商务、金融、文化、教育和公益等 最后最后的美国新泽西州 有最后的理由